在电影和生活中,阿诺的施瓦性格都是真正的硬汉。 如今已经古兮之年,却没有驼被拍腰,风采依旧。 近日,他出席了私生子约瑟夫的毕业典礼,给儿子送上一份祝福。 同时,以前的恋人也以母亲的身份出席,尽管两人没有了爱情,却能够很有默契地做好父母的角色,给儿子一份爱。 不过,两人并没有合影,也没有同框。 想想也觉得两人没有同框的意义,毕竟两人的婚爱情,并是瓦性格失去了陪伴自己25年的发妻。 不过,这个男人有自己的担当,有了护卖情之后,直接向妻子坦白。 他表示,自己应该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指责,甘愿承担所有责任。 在所有人面前,承认了约瑟夫的身份,并且支付抚养费。 这一次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,心情很不错。 并且在社交平台上表示,恭喜儿子大学毕业,并且为他感到骄傲。 说实话,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儿子,也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在健身方面的一波。 据说,在约瑟夫20岁的时候,得到爸爸的指点,开始健身。 不过,未来会不会走健身这条路,还没有定论。 施瓦心格也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们身上,只是适当地给予一些建议,任由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大展拳脚。 这种教育方式,得到外界的好评。 另外,在毕业典礼当天,约瑟夫的女友也一同毕业。 不过,他显得柔軻一些,只与未来不一样。